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杯饮料就能有所解答 带着开心来的人 能够感染别人的瘾 其实 我喝饮料并没有超能力 我只是为他们调了一杯 让他们明白自己的酒 欢迎光临 请问你要喝什么吗 请问有没有什么酒 是适合伤心的人喝的 伤心哪 怎么了 我搞砸了我的面试 这次能不能进到大学 我也是不懂 我的面试是十点钟 我堵车就塞了两个小时 然后面试的时候 全部都是国语 而我只准备了英语 回答问题回答得一塌糊涂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 听起来好像很严重的 可是我相信没有一件事情第一次就能成功的啦 我相信你下一次一定可以的 那么让我为你调一杯 Cuba Libre 为你激励一下试气 老板 给我来一杯啤酒 又来喝慢酒 今天怎么了 这种戴正面具的日子 到底还有多久 社会的压力 还有眼光 让我喘不过气 只有在这里 我才能感受到 我自己 虽然我是很开心你来我这里啦 可是 天天都来喝 好像不太好吧 老板 现在的社会里 到底有还有谁是真正的喜欢自己的工作 还有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嗯 也对 他们只是为了利益 其实 你一直都知道不是吗 不需要太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 不喜欢你的工作就辞掉 不喜欢你的人就别理他 那今天 我为你调一杯 Dai Kiri 让你放松放松 诶 你终于来了 哈喽老板 我有件非常高兴的事情要告诉你 我今天和厂商介绍了我最新的产品 结果 我被拒绝了 真的恭喜你耶 这应该是第36次了 恭喜你向第50次失败迈进 爱迪生都失败了1000次 这50次算什么 为了庆祝失败 老板给我来一杯香槟 好 马上到 好久不见 你男朋友呢 今天没来 分手了 分手了 没有物质的感情 就像一盘散沙 不用风吹 走两步就散了 也许是你要求太高了吧 可能是我们的爱情观不一样吧 我比较现实 可能是他不会珍惜你 别灰心 胜利还那么大 你还有很多选择 希望吧 不多说了 给我调一杯Margarita吧 好的 那你朋友呢 嗨 请问你有什么心事吗 不知道耶 感觉上自己好像有很多朋友 但是有事情的时候 缺怜一个倾诉的对象 都找不到 一定会有的 你再想想看 你最值得信任的朋友是谁 还真的想不到 表面上看起来 我好像很受欢迎 但实际上 却连一个真心的朋友 都没有 都来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心事 就跟我说吧 我调一杯 Gymlet给你 放松一下 别想太多 好啊 原来你说的都是对的 我跟他真的不合适 早都跟你说过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会遇到一个更好的 哎 不好意思 你不就是那很出名的厂商吗 对啊 我是 我是 请坐 哎 你下午面试的时候 我好像有见过你 是吗 我觉得你的点子很好耶 你要继续加油啊 千万不要放弃 好 谢谢你 原来你们认识啊 下午有见过 哦 那什么点子啊 其实我手头上是一个项目的 不晓得你感兴趣吗 哦 不错啊 这是我的名片 好 谢谢你 你可以联络我 大家来到这里 都是想为自己找一个解答 我们一起为答案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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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